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咖啡鱼的收音机,我是咖啡鱼 这是一个和大家一起聊天说故事的频道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请帮我按个订阅 支持我准备更多的故事 1986年1月28日 挑战者号太空梭升空仅仅73秒 就在大家的眼前爆炸解体 七名太空人全数罹难 其中最令人难过的就是这一位克里斯塔 他是当年太空教师计划中 被领选出来的一名高中老师 他带着教授小朋友太空知识的梦想飞向太空 却不幸地在这场意外中离世 当年他38岁 有一名9岁的儿子和一名6岁的女儿 今天我想借由这位老师的故事 来和大家聊聊这一集 发生在1986年 美国太空计划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场意外 挑战者号事故 美国太空总署NASA 在1970年代研发出可重复使用的太空梭 希望可以借由重复使用 再加上接一些民间公司架设卫星的订单 来摊提飞行的成本 可是自从1981年正式使用后 飞行次数不如预期 加上研发成本高达2,210亿美金 所以飞行一趟的成本就超过16亿美金 相当于500亿新台币 500亿新台币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若是以当时的物价水准 大概飞行个一到两趟几天的行程 就足够让台湾盖一条捷运 而且是可以使用好几十年的捷运 高额的花费 将让民众对于太空探索渐渐的冷淡 所以对于NASA来说 太空探索已经不光是技术问题 更多的是如何找钱的问题 1984年美国总统雷根 宣布执行一项太空教师计划 希望可以把一个没有政府和军方背景的一般民众 而且是一名老师送上太空 达到教育和激励人心的目的 当然也是希望吸引民众的目光 借由民意的支持来获取经费 为期两个月的申请期限 总共超过1万1千名教师提出申请 而克里斯塔也敢在期限的最后一天提交申请书 克里斯塔1948年出生在波斯顿 从小就对宇宙探索很有兴趣 在阿波罗11号还没有登月之前 他就和同学聊到人类一定会登月 搞不好以后月球还会有公车 自己很想搭搭看怎样的话题 大学毕业后就当上了中学老师 教授过历史和公民社会相关的科目 也在工作和家庭的忙碌生活中保持进修 拿到了硕士学位 1984年太空教师计划临选开始 克里斯塔就和其他1万1千名申请人竞争 索波选出了114名 1985年7月在床中选出10名竞争者 包含克里斯塔在内的10名老师 进到了修士顿太空中心 接受为其一个星期的体检和面试 经过重重的筛选 以富有感染力的热情为优点 克里斯塔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第一位太空教师 他预计会在太空梭上做一些基础的研究 例如重力和胚胎的实验 除此之外 克里斯塔也会进行教学 他准备两堂15分钟的课程 第一堂是介绍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不同 包含食物的准备 运动和个人卫生等等 第二堂是讲解太空计划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 这两堂课都将为全美国几百万个学童播出 随着新闻的发布 克里斯塔成为媒体的焦点 接受过节目的专访 也配合参加宣传活动 他的热情和亲和力 让他像个国民老师一样 受到大家的喜爱 挑战者号这一次的任务 是架设一枚卫星和科学研究 包含观测正在太阳附近的哈雷彗星 搭载包含克里斯塔在内的七名组员 是使用太空梭以来的第25次任务 也是挑战者号的第10次任务 原本计划在1986年1月22日下午3点43分发射 但受到恶务烈的天气 还有设备故障的影响一直延后 最后确定1月28日发射 可是当天的天气却异常的寒冷 在橄榄迪太空中心 半夜的温度只有零下8度 低温加上水气 甚至让太空梭和助推火箭结冰 到了上午8点23分 七名组员登上太空梭进行发射前的准备 到了预计发射的9点38分 气温仍然只有零下3度 为了等待温度上升 让结冰融化 NASA决定延后发射 到了11点38分 温度仍然只有2度 NASA在考量过后还是决定发射 这次太空梭启用以来 发射时的最低温度 11点58分 挑战者号点火升空 事实上 当时右侧助推火箭的O型密封环 就因为低温失去弹性而无法密封 发射后0.6秒到3.3秒之间 右侧助推火箭的O型环接缝处已经裂开 喷出了9股灰黑色的烟雾 但因为猪蓝剂里的氧化铝融化后 暂时堵住了裂缝 36秒 太空梭遇到强烈的两道缝切变化 电脑修正了飞行姿态 可能因此导致了原本堵住的氧化铝脱落 58秒 裂缝处开始喷出气体 使得裂缝进一步的扩大 60秒 裂缝处喷出火焰 并喷向中间的液体燃料罐 64秒 火焰烧穿了中间的液体燃料罐 此时 因为液体燃料泄漏 导致内部的压力下降 但几组人员和地面人员都没有发现异常 68秒 地面人员要求加速 几组人员也回应加速的要求 73秒 因为压力失衡导致多个部件松脱撞击 挑战者号就在大家的眼前瞬间爆炸解体 包含克里斯塔的父母 家人 还有观看直播的学生们 全都目睹了这一切 爆炸后 组员舱被抛出 瞬间距离达到12到20个G 35秒左右开始自由落体下降 2分45秒后 以时速333公里撞击海面 7名组员全速罹难 一个月后的3月7日 组员舱才在海底被发现 助推火箭制造商的工程师罗杰 早在发射前6个月 就向主管提出了欧型环的设计较支 说明了橡胶欧型环会因为低温 导致失去弹性和韧性而影响密封 但公司并没有积极地处理 在发射前一晚 罗杰和多名工程师极力地阻止发射 在确认会议中 公司起初也建议延后发射 但在NASA的质疑下 公司高层最终还是同意了发射许可 高层主管的官僚 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再加上媒体的关注而不得不发射的压力 最终导致了这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 在发射前一周 7名组员对着媒体发表出发前的心情 克里斯塔也带着激动和兴奋的情绪说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我可以感受到克里斯塔对这次任务的兴奋与热情 也可以感受到身为一名老师 对这次任务所赋予的使命感 只可惜结局是让人惋惜的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 请帮我按个赞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